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维新圣教 创教宗主 魂元禅师 以一经 风水 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社会服务 还有一经风水教育 广结善缘 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 拥有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 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 一经大学南投教室 为您邀请到的是张国书师兄 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经大学南投教室 二十八届正题班张国书 那我们就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您在家庭当中 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 从小的时候因为家庭是增加所在嘛 是 我们一般通常小时候的宗教信仰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 好像是道教啦 对对对对 像今天的话今天就是选天上帝的受担嘛 对 我们当时候社区里面的那个庙 就是选天上帝的庙 像今天这个时候就是很热闹 晚上都会办一些庙会 要演戏仇神这样子 甚至说庙会准备一些受讨 就是有让友人的 用起杯的拨杯方式 你如果有受到有数杯 就可以把他请回去 明天正在怀怨这样子 那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我的那个堂姐 我的伯母他们就是 从小他们就是 就吸引一贯道 一贯道 一贯道 他就东西期好像不怎么 好像是不 就是我们就比较隐密 隐密就对了 好像政府 你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低调的 默默行善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会叫 他就会叫 真正朋友啦 出兵 大家来入教 当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的印象中 应该是在 实在 去读小学的时候 我就去教导了 是 就当stone 就祝这些友人的道亲 这样子 对对 他们求道 我才知道说他们 他们有叫参資 刀就是 要讲的时候是要 在佛堂点灯的时候 对对 才可以 不能随地随处 就可以这样子去 对对对 传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 小時候的宗教信仰就是大概 有這樣的印象 蠻好的 所以在台灣這裡 真的是我覺得宗教文化豐富 所以也有很多宗教學者 在做這些研究 像大甲媽祖 論文真的無數 大甲媽祖 大甲媽祖也是遶境的時候 我是沒有前程 我連續三年 一段一段我就去跟他 就去跟他學生 學生的意思 做一次體驗真的不錯 我想講到跟王禪老祖之間 結緣的過程 我相信每個人的路徑都不一樣 有的人是 兒子要娶媳婦了 來請完老師婚課 然後才知道 這邊有教一金風水的課程 然後慢慢的 王禪老祖是主神 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認識進來了 那有的人是真的遇到困難 我想這個部分您來分享一下 屬於您的路程 我跟中門結緣 就是因為我平常在外地上班 然後我是下了班 就是公司也收拾了效果 沒有通勤就對了 就等待禮拜六 禮拜日才回到南投 我是本身是南投人 你是從事什麼職業 我是私人企業 是 私人企業 但是我就回南投的時候 我就大概會利用禮拜六 禮拜天 會到一斤大學裡面去散步 去運動就對了 等於爬山 剛好我的家離 一斤大學這邊 一斤大學這邊 一斤學院又很近 大概我就是早上六點多 七點的時候 開車把那車子停在山腳下 停在那裡 卡爛山 卡車 把那裡散步上去 散步上去 當時候我的印象 我的第一印象是九龍壁完成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開始在爬了 喔 是 到後來那個王產當主大金森 洛城 洛城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還有 還有去 這因為這個盛會 對 我自己也跑去 喔 那就是這 就慢慢的慢慢的 這樣子一直有這個習慣 然後進到 學院裡面 看到 剛好南投教室這邊的招生 廣告單在那邊 對 放在那邊 就是 進到校園的人就可以 隨手就可以拿得到 是 然後知道這個訊息 我就打給當時的元毅老師 我就問他說 我想學那個益晶風水 請問 大概多少人這邊會有開班 他說 一定會開班 一直講說不管多少人 他就會開班就對了 不用擔心這樣子 對 就是跟元毅老師 結上這個園這樣子 是 大概是 那在這個之前 不曉得對於益晶風水的這個概念 印象是如何 完全一片空白 或者說其實自己也有自學多年 大概有一些 我就是 有這個興趣 那時候我就 我剛剛就有跟 觀眾朋友講過 就是我 上班是在外地 因為外地下了班 就是有比較空閒的時間 那個時候 我記得 那個時候 民國96年的時候 96年 96年 很早 我去找 社區大學 是 那時候我在無期 就去找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有開那個 益晶風水的班 應該是說益晶的班 沒有風水 只有益晶 就是補瓜的班 是 那時候我去學 曾經有參與過的經驗 有 到最後我是排斥 就是因為那一個 好像 老師 就是好像 我的感覺 有一點造神的感覺 就是說你去聽 聽到 聽到的學員 就是對他 變成說很崇拜 而且案例上 氛圍有點不一樣了 對 案例在講的話 就是好像 比如說我老師講 你跟學員互動 好像 我的感覺好像有點套招 後來我就 就對這個 老師就越來就越不 講解 就在水房下了 就比較不信任 後來我就 就慢慢地離開 這樣子 就離開了 離開就是到後來有一段雲圓 我就一直想 一直在找這個 這個疫情風水的課程 想要再重新走回來這個智慧領域 對 剛好又碰到這一段雲圓 就結上了 蠻好的 蠻好的 那我想接下來我想請教人士 有沒有遭遇過什麼樣的神蹟 神蹟的話 神蹟的話 我想這個 應該這麼講 因為我 我的太太 就是我家師姐 是南投這邊的人 就是 我們一般小時候 小孩子小時候回娘家 我們大概都是每年的初二回娘家 這一年就是我記得 那時候我的小女兒 我的小女兒現在已經二十幾歲了 是 在她 兩歲多的時候 就是 有一年的過年回娘家 然後 那時候大家都在那賭個小錢嘛 大人的話 對 小賭一輕 然後女主 就是 回去的那個姊妹們 他們會去準備中餐 然後男生就是 在那邊賭錢 然後聊天泡茶 到快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的那個師姐 要去準備中途當時 他跟我交代說 你孩子要照顧好 你照顧好 我來準備中途當 殊不知 這個過程 不知道怎麼樣發生的 然後 一下子 沒注意到後來 要吃飯的時候 找我的小女兒 找不到 找不到 那時候大家大人 很緊張喔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在我們家是 三合院 三合院 古代廚 古代廚 它沒有鄰居的 旁邊都是鳳衣園 園裡的地方 有一塊地是香蕉園 那個落差 那個鳳衣園跟香蕉園的落差 大概一個半人高度 當時發生的時候 就是 發動 大人都去找 周遭這邊找 鳳衣園 這樣找 找不到 後來大人有人講說 請我趕快下去報案 我剛好下來 他們的房子 在山頂有一段 不然在我們的 審刀 還是有一段距離 等我到三下的時候 他就所報案 那個 警察跟我講說 你可能要準備相片 因為那時候沒有資訊 沒有像我們這邊辦法打 對對對 準備相片 他說如果你有相片的話 我就趕快趁這個時候 可以報到 報到那個什麼 在路口站崗的指揮交通的那些 就可以馬上 馬上幫我們查就對了 當我說 身邊沒有相片 要回家裡來的時候 我的姐夫 就是我們太太 我以前的姐夫 他就跟我說 下來山下跟我講 不用包案了 已經找到了 為什麼找到 因為那時候我的 我的丈母娘 她有 有信佛 她平時在念經 她就整個神廳 救 後來我才知道 是 九花山 在那個 苗栗同仁那個九花山 她講的是一個救濟 救這師父 台語說救這師父 她就救救這師父 後來才 才找一遍 大家再去找 找到我的女兒 她是 但是 不可思議的是 兩歲多的小女孩 兩歲多 竟然會跑到 因為鳳凝園 你說鳳凝園 那鳳凝園 那鳳凝園 那鳳凝園有錢嗎 是 不要說 不要說小孩子 連我們大人要穿越的話 就有點困難 一定會被刺到的 對 然後她是 不知道怎麼跑 跑到那個地 見過那個鳳凝園 而且又剛剛我講的 到那個香蕉園裡邊 香蕉園跟鳳凝園 是有 我剛剛講的 大概一個半人 一高 對 她就站在那個 香蕉圖底下 被 被我一個親戚找到 找到 後來我在 找到的時候 然後 開口問她 就把她抱回來 在路上問 後來 我們就說 不要問 不要問 這個事情過了就好 就不要再追究了 不要再問了 我們大人來講 想起來就是 真的不可思議 就剛剛我講的 那麼小的小孩子 怎麼有可能穿越鳳凝園 去到那個地方 對 這個 以這個 剛剛我們這個話題來講 是不是 就是她 就是藉由這個 生活的 力量來找到 我的小女兒 是 那您進來學習到 液晶跟風水的時候 我相信也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會體驗到這一些 很重要的點 那這些關鍵的 其實跟液晶風水的 這個 運用的這個關係 其實有很大的 這個關聯 這樣 那請問您這樣 一直學習到今天 您覺得最大的一個 心得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心得的話 就是 第一個 師傅有一直 是 而且連中門的法師 講師 一直鼓勵我們 送金 我覺得送金 對我們來講 在學習之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這個是我感受最深的 至於課程上 課程上 比如說你疫情風水 風水來講 如果是我們 居家的風水 我們按照老師所講的 書上所寫的 我們把它做好擺設的話 當然是有加分的作用 這個我大概也可以感受到 因為自己家裡不如法的地方 我們把它改過以後 會真的會被得比較 我自己的感覺 是有點比較順 剛開始我們在學 在初級班的時候 袁毅老師一直講說 應該是開玩笑 他一直講說 師父啊 六十四卦 大概搞了好幾年 才完全背熟 那時候 中門有教 有教到 長中絕 比如說我現在 要排卦的話 我是一四卦二四卦 那個 從我們 就是袁毅老師教我們說 全對體育正信感耿坤 然後 以我自己的 自己的快速的技術法 我自己的 自創的 自創的 我現在真的是 我用我這樣手一摸 我就可以知道 你當很快的 我就知道第幾四卦 我的記憶就是 一四卦就是 一個大叉 一個小叉 然後二四卦就是兩個小叉 三四卦就是三條直線 三三樓 我們以前還說 有一個台語歌 三三樓 四四卦就是四海童心 就是天雷 天雷 烏鋼 已經是四四卦 然後 摺火格也是四四卦 四海童心 這是一個童心圓 然後五四卦是 我有兩圓 就是有兩個圓 畫起來有兩個圓 所以就自己自創的一個方式 來背這個 八八六四四卦 對 然後你要按那個 按那個 按那個 那甲 按那甲的話 就是 羊就是 直隱成五孫虛 然後 陰的話 就是衛士毛 主要有 這個就是 你給他背手的話 長男 那個長男 中男 少男 還有老婦 這是 羊掛嘛 就是 直隱成五孫虛 這樣子 你有 自己有 有 自己獨特的方法 這個深刻的記憶的話 大概 念個一兩次 就會 深深的牢記在心裡邊 所以我現在也不用換書 剛開始就是 大概自己排一下 會去 翻個書 比對一下 現在我大概 都不用了 現在都不需要了 可以按四印 按 就是可以知道幾世掛 那甲都可以 哇 這真的是有精進喔 要背的東西不少 但是我這個是 有點像 想跟同修分享 但是我還是要自己 練得滾瓜爛手以後 我大概會 會跟大家來分享 是 好 是 那其實在這些 學習的過程裡面 就是也會有很難的地方 每個人的這個點 總是不一樣的 那您覺得最難的地方 或者是您覺得 最有興趣的地方 是在哪裡 這樣 有的人就比較喜歡 風水 有人就比較喜歡 研究這個異掛 這樣子 對 我的 我的比較有興趣 就是 一直是想說 嗯 補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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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支 支天機嘛 對 神機照於動 對啊 轉真什麼的 師傅一直講的 趨急避凶 其中 或我們大概可以 從掛狀可以看出來 寥寥分明 這也是 我一直想 用心來學習 就是說 當我們自己 有一些疑問的時候 或是 周遭的朋友 有需要 遇到困難 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補掛 來 有一個 比較好的方向 就是 我的興趣 比較 這方面 比較有興趣 是 是 那這樣子 學習路程 一路走來 為了哪些事情 沾過掛 那現在歸納起來 覺得 大部分都是哪方面的事情 這樣子 可能就是沾身體病痛 比較多 還是說 剛好你遇到的都是沾 學生考試 這樣子 因為 我剛才有報告過 我在孫月起業 很頭老 是 私人企業 公司 工廠 營運 我相信公家 機關 大概也是這樣子 大的主管 跟你 比較基層的 都會 多多少少 他 也看你不順眼 要跟你要求比較多 當然以我們來講 心態 你沒有調整 就是說 他好像在苛責我 還是說他 故意找我麻煩 這個 我也是 透過這個 沾掛 沾掛說 我跟 某某人的 因緣 共識的因緣怎麼樣 所以 會 一起 一起上班 一起共識的因緣怎麼樣 是 是 你的問題是這樣問的 我也問過這樣子 他會 他會刁難 他會怎麼樣 這個大概 大概我們也可以 有一點 蛛絲馬跡 比如說他 他可能會 跟我比較有衝突 那我就是 阿拉來 來 可能 言語上 或是 溝通上面 我們 自己放軟 不要 硬噴硬 這個是 我覺得 用在職場上 還是蠻不錯的 是 這是我的 心得 是 那 這其他的方面 我想 中門有很多的活動 您參與過哪些呢 中門的活動 法會是比較多 要不然就是義工 對不對 對 就剛剛 我提到的 然後 主大進生 我那時候還沒入中門 我就對這個方面 大概有點興趣 對 去看 吸引到您了 這樣子 到後來 我跟 老師這邊接遠 才開始在這邊上課 我們 蘭總教室現在開 初級班已經是 第二班 已經結業了 後來 現在 要開第三班 是 第一班的時候 就是 我們是第一班 初級一班 那時候 老師有在問說 什麼 有什麼人 願意為大家服務 當個 班級幹部 對 班長嗎 師父班 對 那時候 因為我們第一班 班長是師匠 那班的班長是師匠 後來 開第二班的時候 遠運老師就請我 一起幫忙他 幫忙 我就給他學習 後來就 越來就覺得 結這個圓 就越來越深 這邊 這邊 教室這邊有一些師父的話 我大概都會來幫忙 這樣子 像去年 我們 到現在也有辦 中原普渡 是的 頭一次的 我們 協議合作 把它辦到 海關部 滿成功的 不然不讓老師 撈開了 重要護法這樣子 大家一起來做一個 無謂不師奉獻 這樣子 那在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 就是您曾經得到 什麼樣的一個 雙向的一個溝通 然後反饋 然後是在 易經的風水學習上面 覺得有正向的提升 這樣子 對 這個例子我們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公司 對待員工的福利 還算不錯 因為像我遠途的 同情者來講 公司 公司這邊有準備的宿舍 宿舍 不管你是單身的 之前 在找的時候 也有 眷屬的 譬如你幾個月 有三 兩房兩廳 還有 這是一個家庭 可以住的 第一個 房租便宜 像我們單身來講 是 是不說 房租的 不說租金的 我現在要分享這個例子 就是 從舊的 單身宿舍 老舊的宿舍 打掉以後 還沒打掉 現在已經 現在重建 就是又 提起一個新的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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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完 單身的話 是 我們的安排是 一個人一間 一個同人一間 自己一間房 我現在是 要分享這個 講的這個例子 就是 我們新的 宿舍氣候的時候 平常 因為我們是 總之幹部 其他的同事也問說 你要 你要哪一間 我大概就是 因為我們的 風水 下去跟他噴溪 是 宿舍蓋起來 是 房間是門隊 就是 兩間兩間的收隊 然後你各邊的 你這邊的 打開窗戶以後 你的窗外是什麼樣的景 你這邊的 這一排的 這個宿舍 窗外是什麼的景 我想給另外一個同事聽 我說 你看你這一邊的景 那個鐵皮屋頂 我們的 火水高是一根 就是 就是 這樣子 直線的排列 它排水的那個部分 對 直線的排列 然後你看到的話 好像就是 我們 在風水來講就是 好像 萬之劍 萬劍穿心一樣 有其行避 有其另外 對 你這樣看起來的話就是 有點不舒服 對 然後另外一邊的 宿舍的 那個外面的景 就是比較 有點像我們現在 有時候看到 南投礁是這個景 就是 平整 比較平整 他當時候不信 他當時候 這個有差嗎 我們那個同事 到我們馬上 到第二天 第三天 他就 萬一反向給我 他說 那個回應 他就來 他就來 他就跟我說 你 你經常說 那個南孫 感覺最重要的 我們兩天要做一個 做一個 我們要選一個 說 公平 你如果說 直線沒有 沒有要求簽 沒有要求簽 那個 安排 就是說 如果可以自己選擇 不是說透過公開抽籤這樣 對對對 如果沒有要求簽 對 自己可以選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 像我剛 跟你說這樣 我跟你討論過這樣 你就跟你感覺這樣 就做一個盡量正確的 他就是 像我講的第三年 他就跟他說 真的他想要再想 就是 沒有 不對 就是我說 這邊 這邊的 屋的感覺就比較好 對啦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易經 自己家裡面有什麼樣不如法 公司工廠或是家人朋友 有什麼樣不如法的這些影響呈現 都自己來學習 自己來掌握 然後用這些妙法智慧 來幫助我們身邊的人 讓大家一起共好 今天非常感謝師兄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 阿彌陀佛 謝謝 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的參與 幸福在我家 祝福您平安健康 讓我們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謝謝您的收看 下週同一時間再會 謝謝